大家好,我姓郭,叫安琪,山东人 四分之一的重庆血统让我看上去很像一个南方人 而我的性格里则融入了两地特点 山东人的直爽实在和重庆人的细腻热情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期许能够找到一份市场推广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安琪 大家好,就是,好喜欢你 走路真有劲啊 下来就说 平时是个性格比较火辣的,对不对 对 安琪是哪年本科毕业啊 07年7月份 这几年干嘛呢 第一份工作的话就是做电子商务方向的 就是淘宝网店,店长 自己干 不是,是和朋友一起做的 谁是投资人 我那个朋友 你是职业经理人 我算是一个执行者 执行者 那做了多长时间 做了得有一年半的样子 那会儿你通过这份工作 你挣到多少钱 我只能给您说我是拿了10%的股权 然后最高的时候能挣到一万多 但是具体的利润不方便透露 为什么不干了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谈这个股权嘛 就是说可能没有谈拢 然后就离开了 对 随后又去干嘛去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做了高端地板的这种销售工作 就是在我装修房子的时候 我在搜狐焦点网上是有写一些帖子 装修日记那种 对,装修日记 然后记录这一个流程 所以就当时也认识了很多设计师 他就帮我介绍了这一家 卖地板 对,卖地板 当时装修日记的点击量高不高 还算可以吧 就是搜狐焦点的那一次是不小心就有一个80万无计的 有80万点击 好,那接下来你就不卖地板了 又做了一份工作 是干嘛 自己开小店 又开小店去了 因为在江苏环那个地方的话 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份 就是我出去求职过 就是他们给的薪水都特别低 然后按我老公的说法就是 你都结婚了 好 26我都结婚了 多大结婚 08年5月份 因为我和我老公02年就认识了在大学里 02年 对 你才多大呀 我早恋 02年就认识了 08年结的婚 挺好 挺好 如果觉得靠谱就赶紧结 别老耗着 咱们就把一些婚恋网站的活路给他堵死 回家了 是 做小店 对 你做这个小店是实体店还是淘宝店 还是淘宝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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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就对这一行比较熟悉 那现在你做的还是淘宝店 对 卖什么 卖家居饰品 就是那种 什么桌布啊 然后瓷器啊 还有一些铁皮 怎么样怎么样 还行吧 半年之内卖了十万 本来自己开这家淘宝店 开的也不错 为什么要来这找工作 就是那个 我不希望于社会脱离太久 希望能够融入 找到工作之后 那个淘宝店还开不开 会继续做一个兼职 把淘宝店 把自己开的淘宝店 当做个兼职 对 那如果老板就告诉你 兼不了职 你把你那淘宝店关了 那我可以让我 就是家人开 那样算吗 嗯 来吧 安琪 安琪我就 我想问一下 因为那个 我也对你感兴趣 因为明年三月 我们的电子商务也要开了 而且实际上生活的这个 好像和你家居还挺靠谱的 对对 然后所以 我会有一个担心 你怎么证明给我看 就是说你到我这工作了 你不会墙里开花墙外乡 我觉得 那个我的忠诚度 还是比较高的 比方说 我其实我在进方方 这个店的时候 其实自己也有开一个小店 但是他那时候说 可能会影响到工作 那我就把那个店关掉了 如果是这个店不关的话 现在可能已经到了皇冠级别 其实啊 真的没必要 我就拿陈宝说话 我拿陈宝举个例子 文杰的担心 可能陈欧他们都会有 我不担心 赵刚 你不担心吗 我的助理啊 自己开个淘宝店 一皇冠 一个月收入好几万 经历 无所谓的 工作时间做好 他请个客服帮打理就行 就无所谓的 无所谓 但是陈欧你不会担心 比如说你的 肯定比他的大 对吧 这个业务 你肯定有一些资源 很有可能 他会用到他的自己业务里面 你怎么可能 这一块用人嘛 有些人是可以驾驭的 他的公司有忠诚度的 只要我公司给他东西 给他更多利益 超过他的淘宝店 就没问题了 好 周老师 中国有两句俗话 如果谈恋爱 我们常常说 很忌讳叫做脚踩两只船 那如果在公司工作 我们也很忌讳叫做 一心不可以二用 那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到一个企业区 你就明显地告诉你的老板 我的网店就关了 你绝对不要 这边坐着那个 那边坐着那个 陈欧我要提醒你一下 刚刚你说你的助理 在公司上班时候 开淘宝店 没有 是在上班时自己不管的 他是请了一个人客服 另外说工作中 最重要的是结果 他结果做出足够大的贡献 我OK了 陈欧这个问题 刚刚我跟王刚就想说你了 这件事情我们要顶文杰 没有一个企业 这个行为是允许兼职的 是的 现在是因为刚起步很多事情 你还没有 你觉得你可以控制 未来你这个游戏规则破坏了 这个团队就散了 而且对其他员工也不公平 没有一个企业允职 而且何况你这是同志竞争 听我说一下 敬业禁止是必须要有的 第一啊 不好意思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第一是 毕非说我鼓励兼职 我绝对不鼓励的 是不允许 没有什么鼓励不鼓励 第二就是说 他是自己家人 如果请一个人帮忙管理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的 如果这样不允许 亲戚不允许 第三我觉得工作中 最关键的是结果 如果他可以在我工作时间 工作超过14小时 真的付出 我就没问题的 有时的对 这对我讲的 我觉得在想了这个方面 这对其他 比如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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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我说了 教职关系小刀 这对其他精精烈烈 努力全新工作的人 是不公平 对我觉得结果是结果 规范是规范 这是两个概念 对而且有小结果 大结果 中国企业家论坛结束了 你们企业家之间 你们老板之间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主要来这找工作 我们不参加你们的论坛 论坛没结束 下次继续开去 可是我们有责任和义务 讲这样的 含有规范 我们主要是求职者 我这个问题 专一问题 我这个专一问题 就是当你做 第一个淘宝店做不错 当时你觉得做了好的 最核心的竞争力 和原因是什么 当然是我们的产品 就是我们的产品的性价比很高 而且我们的图片拍得非常漂亮 虽然我们的产品 那个时候也是来自动物园 但是我们确实是千挑戏选 而且这个供货商 只能供我们一家 我特别同意你说 产品是最主要的 最核心的 那你选的产品的几个要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那个 就是很亲民 我要觉得这个东西 它能卖得好 就是经常去看一些瑞丽家居 时尚家居 还有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杂志 还是刚才我说的 它属于实用型的这个路子 从中去选 和我这个 我能不能找到和它产品相近的 因为杂志它是有一个引导性的 然后很多人就会 这个在杂志上出现过 那你家店铺有 那我就会选 实用型的 你就属于实用型的 亲民型的 你就把你亲民型这张牌 把你实用型这张牌 一打打到底 也是有力量的 好不好 谢谢 十二位 第一次做出选择 谢谢 虽然关于你是否能坚持的这个问题 大家有争论 但是十二盏灯都亮着 说明大家看到你身上的能力 记住我刚才给你的提示 一张牌 打到底 天生我有财 那个 我真的蛮喜欢你的 那个 我很少这么喜欢一个人 我觉得你思路特别清晰 而且你的执行力是你的魅力 我现在有一个 因为我们要做电子商 我特别想知道 他和你原来淘宝店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一个平台 那如果让你做市场专员的话 就我想有一些idea 就是新鲜一点的是什么某一个点 出举爆破性的 大家都知道时尚生活做电子商务了 时尚生活 这题目太难了 一时之间还真的有点小起来 我跟你说 我估计真的特别难 难道什么程度呢 文杰都不知道怎么 啪一下 他就想让你啪 啪不了 不要提供他这种啪的点子 我想问一下 你对新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什么呀 好 回答一下 如果是在北京的话 是那个税后六千 税后六千 对 如果是在江苏呢 三千到四千都可以 三千到四千都可以 尹峰 我们有一个空白区 咖啡机是咖啡西餐连锁 我们跟电子商务本来关系不大 但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事情 就是星巴克在网上卖咖啡 所以如果咖啡机在网上卖咖啡 你会怎么去做 可以给我一些你的想法吗 那可能是这样子 我会让店 我会制定一个这样的小册子 然后让进店的每一个客人都人手一册 然后就是用这一种宣传方式 我发现你喜欢硬广告 我跟你说 星巴克在网上卖咖啡 曾经有过这样的 就是让他的店员穿着汉冰鞋 当你在 你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下单 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送到你指定的地点 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你懂得真多 谢谢 我正想跟你说 如果你要想去研究你的社会化营销 我听见你就看一本书叫信任代理 你刚才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在贯彻这个一点 就是在你的社区当中 把你成为他们所信任的一个人 真正成为他的代理人 于是扩大你的影响力 信任代理回去可以好好读一读 你懂得你看过的书真多 我跟你说 你现在的缺点也暴露无遗了 你的思维 以26岁来讲 我的观察 你的思维有些过于框架化 有些过于固定了 这点可能是你的弱项 因此如果留下来 如果大家留下来 并且给了你和大家交流和谈钱的机会 我刚才说的话 作为你考虑的一个建议 好不好 十二位第二次选择 如果你们仍然留下来 主动权转移到了国安棋的手中选择 谢谢 还有四位留下来 听一听四位给提供的工作 分别是什么 考了买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一个产品的活动运营专员 时尚生活 我觉得你的沟通能力 这种思路清晰的能力 应该比较适合这个 就是品牌拓展专员 巨美有品 巨美在2012年有很大动作 就是我们的百货特卖频道 卖是个名品的一些 折扣了服装香包这些的 我给你工作 是这个频道的运为 是主管 是你课主管开始吧 运为主管 主要负责一些选品 还有画面组织各方面 好发挥以前 也做服装淘宝店的一些经验 谢谢 来 陈浩优胜教育 我们是做0到18岁的歌星化教育 我们有很多网站 比如说学习方法网 然后作文网 所以我想让你来做 我们的网站的市场策划 还有推广这些 明白了 四份工作 听一听 二位给的建议 不要赤裸裸 我在想 其实你做这么久的 网商电商类的工作 对不对 网商里面 除了说不同的 种类的货品之外 也有不同的价格 这价格区间断定了 你对某一种的 可以说是顾客吧 的心理抓得更加准 你看这四个企业里面 哪一个他们所谓的产品 价格段是你最熟悉的 可能你会更方便一点 我觉得Frank 这是个好的提示 因为你确实是比较适合 刚才咱们说 使用的 有接地气的 亲民的 是这类东西 剩下来的四家 好了买 时尚生活 剧美优品 优胜教育 安琪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两盏灯熄灭 你知道这会儿如何形容 他们俩的心情吗 他们两个在想 该来的没来 该走的没走 但是他们怎么想 没用 这是人家在找工作 你们的建议归建议 人家最后剩下来的两家 就是时尚生活 剧美优品 谈钱不上感情 文总 陈总 其实先生您也说了 你在北京希望是六千 那实际上在第一阶段 可能我给不了你那么高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你实际的能力 我能给到四千 在试用期拿八折 好的谢谢 陈总 起步薪酬是五千 一样的道理 我不知道你能做多好 所以我希望你能证明你自己 另外我是希望你 把更多精力 花在上面 不代表是时间 但我希望你能证明 自己真正做好 又拿更高的薪水 明白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结果是选择 和时尚生活 还是剧美优品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谢谢 因为我老公来之前 说了一句话 你老公说了 如果低于六千的话 你可以滚回来了 对呀 你老公说过这样的话 我特别想给他这个价格 可是你没选我呀 我们我们在下面 我在下面讨论 非常选啊 他本位特别适合他 亲民嘛 因为他是最节地气的 穿鞋嘛 卖鞋的 可以给他需要的薪水 但是抱歉 以我们今天的找工作来说 我要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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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